星期日清晨大約4時45分 天到微光 氣溫只有大約12度 但都無阻一眾跑手 出戰香港街馬 各位嘉賓 各位跑手 大家早晨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也到場主持開跑電禮 在半馬賽事 首兩名跑手幾乎同一時間衝線 時間都是1小時19分20秒 男子半馬冠軍劉俊偉說 早晨氣溫很適合長跑 有利發揮 不過天氣再冷 在終點都有人為跑手打氣送暖 全馬方面 男子組由余凱傑率先衝線 女子組就由黃美寶奪冠 香港街馬疫情的時候停辦了一兩年 今年復辦 在早晨9點前已經封閉了東瑞的北行管道 超過42公里的全馬和大約21公里的半馬 都是在東區走廊 近東岸公園位置起跑 重點是土瓜灣新山道 10公里賽事就在早晨9點半 在張南公路近日出康城位置起跑 途經張君澳跨灣大橋和張南隧道 終點是觀塘海濱道 終點是觀塘海濃道